康师傅新出的鸳鸯锅泡面你吃过吗 买回来了 果然是鸳鸯锅 两种配色 黄色的金汤肥牛面 红色的藤椒牛肉面 两种我都喜欢 这一盒康师傅新品泡面非常贵 就这 20块 看一下进行量 面饼加配料102 面饼68 打开看一下 还送锅 上面还印了一个logo 30周年献礼 这样来看20块也不算太离谱 它真是鸳鸯的 面饼单独包装 然后是四包料 这边也是一样的四包料 中间这一个是可以活动的 给它搞紧一点 以防创味 好 我拿去泡一下 开锅 右边是藤椒牛肉 左边金汤肥牛 来 粉丝先吃 这个藤椒味不是很重啊 吃的有点像红烧牛肉面 也不是很辣 面条用的材质 和那种两块钱的泡面是一样的 并没有选用更好的面条 试试这边 金汤的不错好吃多了 一点醋酸加点那个辣椒的味道 这边是真的香 目前来看两个口味都还可以 金汤的比这个藤椒的要更有味一点 酸辣口的所以更好吃 当然这个鸳鸯锅的玄机还没有打开 大家来看冲泡方法第三种 隔板功能 两种口味品尝后 隔板抽出可解锁第三种口味 我就好奇了 两个口味混合难道会更好吃吗 中间有一个明显的分界线 搅拌一下 这下成了一大锅泡面 怪不得看师傅没有做一个辣的一个不辣的 原来是有这个行义 比一开始当独的这个藤椒牛肉面 要更辣一点 掀口汤 这个汤就是放了麻椒的金汤肥牛 酸辣口加一点麻口 做总结 这个泡面只能说很适合美食博主评测 当时家庭购买的话不太建议 首先是价格20块钱 其次吧 并没有比当独的这个两包泡面好吃多少 像藤椒牛肉和金汤肥牛面 估计也就3块钱一包的水平 另外混合的第3种口味 个人感觉也没有好吃太多 养心吧